俗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国产影片 双旗刃刀客 大漠孤烟长河落日 在几十年前的大西北的某一天 小辫子骑着马前往鸟湖拉屎的双旗刃 去找自己的娃娃亲的媳妇好妹 沙里飞是大漠里徒有续兵的刀客 别的本事没有 吹牛可以说是天下第一 可自要是一动其手那就彻底懵逼了 这哥们正打水的时候 两名骑着马的刀客突然出现 这两位刀客向他打听 绰号叫一刀仙的土被头子 沙里飞担心惹祸上师没敢打枪 两名刀客这边刚走突然封杀大作 这明显是个不强之招 把沙里飞当时就吓鸟 尘土飞扬中杀出一匹马 来的这位不是别人 正是乳秀未干的小辫人 沙里飞一看是个小屁孩 这颗悬着的心裁放下 这沙里飞虽然没什么本事 但心强不坏 当听说小辫子是到双旗镇领媳妇 便答应主动带路 两人在路上走的时候 沙里飞又开始吹牛了 说自己一把刀横扫大西北 出手如垫谁见谁干颤 吹了一会儿 沙里飞突然话风一转 居然舔着脸向小辫子借舔 这小辫子刚出道也没什么江湖经验 觉得沙里飞这人还不错 把自己娶媳妇的钱 拿出一半借给了沙里飞 一刀仙是双旗镇附近出了名的汉飞 也是大西北最顶尖的刀客 因为跟别人比武向来都是一刀必命 因此江湖人称一刀仙 双旗镇属于一刀仙的管辖范围 镇上的老百姓必须定期向一刀仙交宝费 镇上很少来外人 小辫子的到来迅速引起了镇民们的注意 小辫子刚走进双旗镇 之前向沙里飞打听一刀仙的那两位刀客也来到了镇上 小辫子打听了半天也没找到好妹家 这镇上没有儒家也没有招待所 小辫子只好躺在了一户人家的门口睡了一晚上 这一户刚巧就是好妹家 这对小行人第一次的见面并不愉快 一大早好妹端着尿盆出去道 没想到被躺在门口的小辫子半岛摔了个狗之时 一盆尿一点没糟紧的全泼在了好妹的头上 好妹的老爸瘸子书一看可不干了 上去就把小辫子给胖揍了一顿 小辫子的爹地临此前跟他说过 好妹的老爸是个瘸子 此时小辫子一看面前这位瘸子书 马上就意识到这肯定是自己的老丈人 于是跪地上就开始磕头了 当时就把瘸子书给坑蒙圈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一刀仙带着手下来到了双气阵 之前打听一刀仙的那两名刀客也从屋里出来 这两名刀客跟一刀仙显然是有深仇大恨 双方划不投机就动起了手 一刀仙果然不是浪得去灭 仅仅一刀就把对方给杀 另外一哥们一看这情况 只好缴械投降希望能饶他不死 可这帮土匪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家伙 手起刀落就把这个软骨头给宰了 这个瘸子书啊 以前是小辫子老爸的手下 后来在一场火拼中 瘸子书的腿不幸被对方给搭起来了 从此之后便离开了小辫子老爸的团队 在双齐阵开了一家小饭馆 虽然瘸子书当年和小辫子的老爸 给两个孩子订了娃娃亲 但瘸子书对小辫子的第一印象并不好 觉得这孩子窝窝囊呢 将来肯定不会有什么出息 担心自己的闺女今后跟着小辫子受罪 所以就在想反悔 但他一时又找不出合适的理由 于是便让小辫子先住了下来 等日后有机会再跟小辫子掰扯这事 不仅瘸子书对小辫子的印象不好 好妹因为那盆尿的事也不喜欢小辫 小辫子住下来的第二天 瘸子书就开始让他帮着干活 可这小辫子笨手笨脚 什么活都干不好 好妹说你整个就是一干啥不行 吃啥不剩的窝囊费 我要是跟着你 今后不知道要受多少罪 晚上三个人吃饭的时候 瘸子书开始回忆往事 说小辫子老爸的刀法 是一种刀谱上没有的刀法 当年也是笑傲江湖放眼大西北 从没遇到过对手 要说这小辫子确实是笨的 估计以前在家也没干过什么活 整天被瘸子书数落了 瘸子书说你给我过来 看看我是怎么干活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瘸子书手起腐落 那扇牛纹色没动 小辫子说让我来试试 小辫子虽然不会干家务活 但是刀法是得了他爹的清传 说时迟那时快 只见小辫子手起刀落 那扇牛就唯一分为二 瘸子书一看 顿时感觉老脸火辣辣的疼 尴尬的不行了 小辫子的这一手 当时就把好妹给震着 晚上吃饭的时候 小辫子开始吹牛了 把好妹逗得是咯咯直笑 从此之后 好妹对小辫子的看法渐渐改变了 这下可把瘸子书给愁坏 晚上小辫子偷看好妹洗澡的时候 一不留神摔了一大马怕 被瘸子书好一顿胖揍 转过天 一刀仙的二当家 带着两个兄弟来到了双气阵 在瘸子书的饭馆喝酒的时候 二当家看上了好妹 趁着瘸子书不在 这二当家就开始蛮干 听到好妹的惨叫声 小辫子急忙冲了过来 二当家上去就给了小辫子几个大嘴 这下可把小辫子给打击 正所谓行家伸身手辫之有没有 双方一出刀 仅仅一招这二当家就爆了桥了 这下可捅了马峰窝了 所有人都知道 要不了多长时间 这一刀仙肯定会来双气阵报仇 到时候生灵涂炭 指不定多少人要领盒饭 瘸子书也意识到情况相当严重 于是当晚便让好妹跟小辫子成了亲 然后让小辫子带着好妹 天一亮就偷偷撒撒撒撒 可镇民们早就料到瘸子书会来这时候 全体出动把小辫子和好妹给堵住了 因为小辫子要是跑了 那全镇的老百姓都在造谣 好妹算是彻底下屁了 跟那不停的苦 小辫子也吓得不轻了 他思来想去 最后决定找沙里飞救助 小辫子找到沙里飞之后 这个大草包满口大 并且把小辫子兜里的钱全给骗走了 得知自己的兄弟被人给杀了 可把一刀先给欺快 第二天就召集人马出发了 小辫子走了之后 这民们不分周夜轮着班 在瘸子书家门口手上 恐怕这父女俩偷偷跑了 小辫子一直不回来 这民们都慌了 围着瘸子书是七嘴八舌的声讨 好妹这心里也没底了 整天正在村口的大土坡上眺望 第二天的傍晚 小辫子终于回来了 并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沙里飞会准时过来帮忙 老百姓们一听 心里这块石头算是唠唠地的 大多数人都看好沙里飞 可只有作为业内人士的瘸子书知道 沙里飞想赢一刀先估计够恰 于是瘸子书连夜开始磨刀 打算到时候跟一刀先拼个你死我活 转过天 一刀先带着手下来到了双气阵 可都日上三干了 这沙里飞一直都没有出现 眼瞅着一刀先向自己走来 把小辫子当场吓哭了 瘸子书一看这情况 只好提着刀去跟一刀先切磋 被一刀先齐里咔嚓给傻 在一刀先走向小辫子的途中 还有两位见义勇为的好镇民 被一刀先给干掉 接下来是小辫子和一刀先的巅峰对决 一刀先显然是轻敌了 他没想到一个小毛孩子 居然有那么快的刀法 一刀先在往回走的时候 一头再倒再地根的屁 树倒胡村散 大哥都死了 这帮手下全都撒下子撩 沙里飞这个大草猫 其实早就到了双气阵 但他知道自己这两下子 跟一刀先比就是白白送死 因此这孙子一直在附近头看 根本就没敢捞头 当他看到小辫子赢了之后 急忙骑着马出现 还表现出一副路上堵车的样子 俗话说贼不走空啊 沙里飞没帮忙不说 还把一刀先的刀给顺动 影片的最后 小辫子带着好妹离开了双气阵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情 山外有山天外天 小辫大人一刀先 别看只是熊孩子 高手其实在民间 小辫大人一刀先